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这是青豆的塔塔西 我是青豆 今天给大家教个阶段性的座椅 这个是我之前种的玉金香种球 现在已经开始发芽了 说明玉金香根系已经长好了 它已经做好准备要快速生长了 玉金香是种球花卉 想要它开花的话 这几点很重要 首先就是光照 光照不足容易导致植株生长不良 花朵的颜色也会变浅 这个时候我们想让它长得好 防止叶片土长的话 光照就很重要了 我们可以给它慢慢的增加光照 还有一种就是种种球花卉 都是耐寒的 而且是耐干旱的 玉金香也不例外 那水的话 浇水干透浇透就可以了 水多了而且反而容易导致它烂球 那像我们江浙这一带的话 我们给它放的那种室外过温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还有就是肥料很重要 我们除了在盆土表面 失点那种缓释肥之外 还要让养分均衡的补充 那我们在玉金香长出这种叶子以后 两片叶子以后 我们就需要给它补充这种零甲肥 零酸二星甲就是个不错的选择 那碎水一比一千 喷叶或者是灌根使用的都是可以的 等开花了以后我们再停止施肥 那这个样子 就可以让玉金香的花开得又大又艳 而且这个花茎也会比较结实挺立 不会轻易的倒幅 后期的观赏价值会更好 关于这门玉金香的后续养工 我也会持续和大家更新 大家喜欢点击关注每日更新 拜拜